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七一中共党庆的前夕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推出12集广播技术文学梁家河 把神话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早年 在陕西小村梁家河插队的知青经历 推向了高潮 在此之前我们看到 陕西省社科联推出梁家河大学问的课题研究 17个选题方向 分别为梁家河七年知青岁月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地位作用和研究 那么一个陕北小村拜习近平所赐 已经成为中共新的图腾和圣地 结合官方最近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鼓吹和宣传 人们就看到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再上了一个台阶 毛邓习断代进一步演化成毛习直接接轨 习近平正在加速走上神坛 那么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就邀请专家 与听众 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 来探讨这些问题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 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胡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 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好 各位好 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欢迎听众 观众 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号码是400120551 400120551 另外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我们看到中共宣传系统正在开足马力 试图将梁家河这个偏僻平凡的小村庄 塑造成为中共新的一个图腾和圣地 如今我们看到梁家河村已经是全国知名的旅游地 还在2017年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农村 那么我就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共为什么它要这样做呢 最初看到有关梁家河的消息 我倒并没有感觉到特别的气氛 特别的可笑 因为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很多了 自这个十八大群青明上台以来 对他的个人崇拜 个人神话就在加速地进行 越到后来进行的速度越快 另一方面官场也展开了一场拍马屁的竞赛 一个比一个拍得响亮 你现在还不知道溢于湖底 我们看到网上流传一幅照片 就是挂着衣服 一个封身榜 就墙上挂着几个领袖的头像 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 史大林 毛泽东 习近平 那么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根本就被打入令策了 那么现在你看很多地方 就已经毛和习相批并论了 毛习就所谓毛习直接接轨 其实还不仅如此 你单单是这个政治局会议所说的那个习近平思想 就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那就表明了他不但是和毛泽东 要赶上毛泽东 而且是要取而代之 现在不只是要什么赶毛超正 不只是要和毛直接接轨 而且是要取而代之 在未来天安门城楼出现 毛泽东和习近平两个领袖的头像 应该不会让人诧异 到最后只出现一个人的头像 只有习近平一个人的头像 这个也是在意料之中 那么中国这么做的 说起来道理很简单 就让个人崇拜这部机器 它一旦开动 那就要把它开满 开足 它就不能犹犹豫豫豫 这个羞羞答答 这么给人一种不自信的 好像有点心虚的感觉 所以它这个是它不做则已 一做它一定要把它做到头 那从现在看起来 那尽管已经出现了很多这个 这样的极其可笑的事情 但是呢 没到 没做到头还有段距离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天安门城楼挂了毛泽东的像的 还没有挂习近平的像的 那所以今后你可以想象 在很多方面 还有这个个人崇拜 还有这个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 今后发生类似的事情 我想我们都不应该感到诧异 好的 那么我来接着请教 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将梁家河这个小村庄呢 神圣化的种种举措 现在看来呢 似乎只是来源于习近平的一句话 就是说 他说 我人生的第一步所学到的 都是在梁家河 不要小看梁家河 这是有个大学问的地方 那么梁家河是如何成为 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 习主席的早年经历 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张先生 其实我觉得 中共这种传统方式的造神 他一定要把一个人 从他的年轻时候 就做神话 然后一路神话下来 最后呢 才能树立这样一个神像 所以呢我想 按这套路说 造神的话 当然要把梁家河 特别是习先生 他也自己也很 这个把梁家河当一回事 当然宣传机器也会 那我们所听说的梁家河 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 这个挑200斤麦子 走十里山路不换街 这个呢也是在网上有视频的 但是好像这个 当然这个话出了一个视频 是本人讲的 但是我们看 这个民间搜集的这个当时的 这个插队时候的 这个梁战的收购 收购单有三张 一张是1972年12月30号 销了一包59斤的这个高粮 收购价5块1毛9 第二次 第二年12月30号 这个也是一张 这一张呢 是53斤的小麦 收购价7块1毛5 还有一次就不足道了 第三年又交了一包 这个5斤的小麻 收购价1元 所以看呢就是 一个是大家都论证 这个挑200斤麦子 走十里山路 不换天 这是人所不能做到的 如果能做到 当然一定是神 第二呢 我们就看到 就是事实上 我怕每次所挑的东西 也不超过60几 那么这个倒是属于人的状态 另外当然我们大家觉得 非常著名的就是 梁家河的图书史 有网友说 这是世界四大图书馆之一 这个在那个时候 就开始了读书生活 而这个领导人呢 也到每到一个国家 都会回顾 他读过的这些国家的这个著名的思想家和作家的作品 那也产生一个疑问 就是说如果他这是读了这么多的这个世界名著的话 那么他的思想是不是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呢 当然这个也是大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那么当然这个最近我们还看到一个跟读书有关的小的例子 这个在这个接见这个世界的CEO这个论坛的时候 他说西方有个说法 如果别人打你左脸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 而在中国文化中要以牙还牙 但我查了一下我就困惑了 因为这个打左脸打右脸 这个是这个旧约上讲 不是这个是新约上讲 这个以牙还牙这个是旧约上讲 两者都是出于圣经 我们中国文化好像只讲过 孔子讲过以职抱怨 这个老子讲过以德抱怨 但是没有讲过以牙还牙这样的话 所以呢这个就不知道 就是这些点集是从哪来的 咱们也不清楚 当然我也注意到这个BBC的记者 他们曾经听到梁家河去采访 而且采访了一位这个老农民叫吕侯生 他就谈到这个习先生当时的一些的生活状况 他说是没有汽车 没有运输 也没有农业机械 就是刀奔打坝修工 那么2015年他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也谈到说那个时候穷就只能喝粥 吃野菜 反正他习不择食 但是他说这个农民讲到说 这个习先生回到 晚上回到窑洞 他是在煤油灯下读书 他还说这个习先生特别爱读书 爱抽烟 原话是这样讲 他读书时我就卷烟 他读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一路 以及报纸 当时也没有其他可逐的 然后根据刘生的回忆 他说这位领导人 当时他没有幽默感 也不打牌 也不和其他年轻人出去闲挂 或者找女朋友 这点倒是很有个人风格 总体来看 就是我记得有一位太子党 他就分析他们自己的这个派出量 这个阶层的人的一些特点 他就说第一我们真实结构不行 第二我们这个胆子大 第三呢我们有自卑感 所以这个有自卑感的往往才会炫耀了 才会表达自信了 这个也是在情理之中 但是呢总体来讲 就是梁家河这样一个地方 到底对这个领导人的知识结构 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对他的人生观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我们还是要这个继续研究 是的 这是一大学问 大学问 大学问 那么显然这是神话了 我们现在有大量的这个网友评论进来 来回应两位嘉宾 我给大家选读一些 范吾这位网友说 梁家河的经历本是习近平人生中的谷底 政治上是狗仔着身份呢 而遭受歧视 除此和当时中国几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差不多都是处于绝望无助的境地 那个年龄本该在课堂上快速的积累学识 却最终呢为一日三餐疲于奔命 在这种境遇下 一个15岁的未成年人 扯有什么思想 有什么报复 真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笑谈 要犯的 这位网友说 以后毛都不会提了 马也不用提了 直接习和新的思想 就像朝鲜的过渡方式 金刚吴 他说习近平如果真的走上神坛呢 对中国对世界都是好事 看看共产党神坛上的都是什么人 马恩列丝毛再加上习 全都挂在墙上 中国只有死人挂墙上 什么人上神坛 看过封身榜的人都知道 只有死人才被封神 习近平请上神坛 则中国少于魔头 世界少于祸害 将大快人心 张帆 他说中共呢还在妄想用马列毛的这个理论 来给现在的大学生洗脑 这一套已经完全过时 而且是必然失败的 我们看到梁家河实际上刚才两位嘉宾和我们的听众 观众 网友们 他们都谈到 其实就是一大神话 那么果然 现在就顺着习近平的这个原话 就是梁家河是一个有大学问的地方 现在梁家河大学问应运而生了 那就是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推出的梁家河大学问的这个课题研究 对不起我都想笑 那胡先生啊 请你来谈谈这个令人这个提笑皆非的这个大学问好吗 这个陕西社会联合会推出这个梁家河大学问 课题研究确实让人提笑皆非 当然我也能理解他的逻辑 他的逻辑无非就是 你看人家习主席这么伟大了 都是核心了 都是统帅了 都是人民的领袖了 那么他的早年就一定极不寻常 就他既然现在这么伟大 按照这个陕西社会联合会上的这个 就这么写的嘛 就是一定有他的根基源头 有他的脉络 有他的这个逻辑的原点 反而言之我们一定能应该从他早年的生活中 发掘出一些重大的一些事情出来 这么的他是倒推 既然你现在看起来这么伟大 那你早前一定很不寻常 那只不过早前我们都不知道 现在我们就回过头去 把你早前的那些伟大的东西给挖掘出来 当然其实要这么说呢 那你这也说明这个当局在 这个神话习近平这一点上 实在是有点就是巧妇难为五里之吹 找不到什么原料 你按理说你要说习近平多么伟大多么伟大 就首先你就应该把他从政以来 从当地方官员以来 当县委书记以来 这段的现在有什么特殊的政绩 表达了发表了什么特殊的思想 把这个整理出来 可是呢在这点他真是法上可真 一条也写不出来 你要说他思想变化思想这个发展 那当然更合适的呢 那他就是在清华大学当公民学员 那你找你总得找点出来 当时写过什么论文呢 发表过什么重要言论呢 就透露出你有什么伟大的思想呢 或者就以伟大思想的这个苗头啊等等 那可惜也一点也找不出来 实在找不出来 这样子就把一个就是 不可能找出什么东西的 一个梁家河 就在这上面这个大作文章了 就像刚才很多网友也说的 你这个你习近平下农村的时候 你刚才是15、16岁的一个小孩子嘛 那我跟他 我跟习近平 还有张立派先生 我们都属于老三届 那我是老三届最大本的 就是高六、六届的 习近平是属于最低的那一届 初中应该初中六、八届的那一届的 那当年我们下乡的时候 也有几个插带的同学 就是初中六、八届的 刚十五、六岁 那我当时就指着他们说 我说你们 说你们是知识青年 就冤枉你们了 因为你们一无知识 二还不够青年 那习近平当时其实就这么有个状态 你要说把这一段历史 怎么样 所以神话 当然我们也知道 神话有之后 恰恰因为这段经历 没什么可说的 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你就在凭空 加很多很多的东西 反过来你在清华大学 当公民学员的时候 你在地方当地方官的时候 因为大家有那么多人在 在贪官、在见证 你要无中所要编出什么东西 反而倒不容易了 所以这么一来 我想之所以陕西社科店要在梁家河大学上打作文章 恐怕也是出于这种苦心 那看来这个神话还真是挺有意思 刚才张先生提到梁家河一个神话 就是说十里不换奸 那么我当时我就记得我采访一位学者的时候 他就说他就预言 他说现在说出十里不换奸 那么十年起换人 那个时候习近平还没有修改党章 这句话现在不幸被他所言中了 修改党章以后 那显然是十年不能换人了 那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 很多人看到梁家河大学问 开始都是以为是网上流行的恶稿 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那张先生您谈谈您的感想好吗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恶稿 因为这个话 这个确实梁家河如何能有大学问 这个事本身真是一门学问 一门学问就是马屁学 这个俗话说是叫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什么意思呢 就是别的东西都可以穿 都可能穿帮 所有马屁不会穿帮 那什么意思 就是说皇帝的新衣是不会穿帮的 就是你只要拍马屁 这个被拍的人总是舒服的 所以他不会 即使可能他意识到这个不妥 但是呢他也会侵然享受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 就是像这种拍马屁之风 在中共的这些风疆大力上 这些群体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当然最著名的是李鸿忠 就是所谓什么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这一类的 但是呢 其实陕西的这个神会书记 也是不甘落后的 他就赞扬这个领导人呢 是叫伟人扛顶盛事 这不是扛麦子 而是扛顶 然后呢 拥戴核心是最重要的政治规矩 他已经提到这样的高度了 那你想 这个陕西省的官僚机构 陕西省的什么社科联这样的单位 他能够跟进吗 所以呢 我觉得这种课题 跟那个以往 我们看国家社会科学 什么研究基金的项目 什么这种马列主义 什么近年也是搞习近平思想 什么这一类的课题 都是有银乐 有钱做个后盾的 所以不怕没有人来 来报这样的选题 也不怕没有人来研究 这样的这种马屁话题 这个呢 从来从中共的官场到中共的学界 都是不乏其人的 这个是一种 整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官场的崩壁 就已经是如此 所以呢 这个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看这个领导人总是闹笑话 但是呢 他不断的还会继续闹笑话 那就是什么呢 大家都不跟他揭穿这些马屁 所以呢 他实际上生活在一种幻觉之中 我的观察就是 好的 那么马屁文化促成了这个习近平的大学问 那么现在一位网友叫福达 他说 福达这位网友说 他说每一时期的造神运动 都与无良心无社会责任感的文人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无良文人与暴政抗泄一气 毛时代呢 有郭沫若 今天有胡锡进和陕西省委 这群无骨子媚皇权的 这群无骨子媚皇权的官吏不死呢 大陆的未来只能倒退到封建专制的皇权社会 那么我们接下来讨论呢 会来研究这个问题 到底是下面凤城逢颖 还是呢 上游所好 下壁慎烟 我们来谈这个问题一会儿 现在呢 我们先把我们听众 观众朋友们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听听他们的想法 接电话 首先是湖南的袁先生 袁先生你好 你好 嘉宾你好 我说习近平他现在搞的这一套 就是那个过去封建王朝 那个统治 没有法治 没有民主 没有人权 你看毛泽东的老婆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主犯 他都不保持什么 也不作声 这些事情他自己搞自己的 搞自己的什么红色基因 实际上有什么红色基因 他那红色基因就超越了马内主义 这是自以为是的基因 但是他创造了一个什么 已经被你的马内主义 好的 谢谢湖南的袁先生 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 孔先生你好 我与这个习主席啊 同龄66岁 比我大几个月 我知道我们这部分人的心态 这同龄人嘛 问题是习近平上来之后啊 他没有像赵紫阳那样 想着做点事 比如说 孔小波死在狱中 罗光 没死在狱中吧 也是莫名其妙的死了 周霞现在呢 还是在软禁当中 还有这个王全璋是吧 到现在失踪 一千多天了 这些事不解决 弄什么梁家河 这个不能说它是扯淡是吧 但是呢中国就是这个样子 做这个特性 好的 谢谢 唐宋袁明清到现在 之所以说苏共要解散 中共呢肯定也得解散 好的谢谢 不解散就这样下去行吗 谢谢山东孔先生 下一位江苏的岳先生 岳先生你好 贸易战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都是无比兼去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必须有习近平这样勤明尖锐的无敌统帅 我们凝聚全民族的战斗意志和力量 好的谢谢上海的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 唐先生我们允许呢 你来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但是请你的发言的时候呢 你要严肃认真 什么观点都欢迎 但是态度是严肃认真 下一位是湖南的杨先生 杨先生你好 抓紧时间杨先生 杨先生线路断了 好的 好我们来接着下面我们的问题讨论 这个一般来说 中共领导人的这个诞生地 或者学习工作的地方呢 都会成为圣地 这在中共啊 除了毛泽东以外 实际上还没有别的先例呢 那么胡先生 我来请教胡先生 您觉得梁家河 和韶山或者延安比起来 他们有的一比吗 很不一样 其实很不一样 我也算是毛时代的过来人 那你想把韶山相比 那韶山是毛泽东的出生地 而习近平呢出生在北京 韶山也是毛泽东的 度过童年的地方 那习近平也是出生在北京 也是在北京度过他的童年时光 因此呢 你要是宣传北京 那倒和宣传韶山 有类似之处 另外呢 延安我们知道是当年 由中共主导的 闪甘宁边局政府的所在地 而在这个地方呢 毛泽东就是当地的领袖 那么你要和这个习近平相比呢 那第一 你很难找到 恰当的这个东西可以相比 如果你要比的话 那还只能把习近平 在没进中央之前 当地方官员的那段经历 来做个对比 可是他都不是比的这个 他比的恰恰是比的就是 这个当知青的这段岁月 那么这个相当于就是他的 所谓这个青年时代 那我觉得在毛泽东当年 我们也看过一本书 由那个萧三写的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 其中对毛泽东的青年时代 也有很多的描写 说来也很有意思 在毛时代 尤其是在文革之前 当时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就已经搞得非常厉害 但是那时候毛泽东崇拜 完全是由官方一手主导的 所以那时候宣传的 还有一定的节制 比如说他很少去宣传 这个伟大能秀 早年的这个那段经历 像萧三那本书 那其实都是在市面上 一个书店里头都看不到的 那我当时看过那本书 当然我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毛泽东 就无非就说毛泽东 年轻的时候青少年时代 就怎么有志向 怎么好学 什么他喜欢游泳 爱锻炼身体 哪怕就遇到天气很恶劣 也不断 另外他为了培养自己的定力 还专门跑到城门口 这种人来人往 嘈杂喧哗的地方去看书 等等就记得这么些事 当然也记得他在湖南那个师范的时候 以28话声的名义 因为毛泽东他这三个字 繁体字 他刚好是28话 他就以28话声的名义 就是联络同号 就是征集同志 来共同组成一些学生社团 那么这是我们记得 当然他毛泽东青少年时代 这本书写的这么一些事情 你要是当年 当局那么宣传毛泽东 那么神话毛泽东 但是很少讲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 因为这里我记得 当然当局也考虑很简单 他就是叫你把毛泽东当成一个神来拜 那么他因此呢 他就并不去怎么样刻意的 去讲他的成长过程 他要一方面 他要人们崇拜权威 但是呢 要避免人们以权威自居 去效仿权威 你看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 特别让年轻人看到 你也想费心毛泽东 那就有建议之嫌了 那就有问题了 所以你的角色就永远是扮演毛泽东的好学生 你不要想到我要 追溯毛泽东当年的青少年时代的脚步 我也要成为这么一个伟大领袖 有这么一个大人物 那这东西就是隐心的就有问题了 所以当然现在他要靠这么一个考虑 那你回到现在 谈这个习近平 我刚才也谈到 他为什么谈到 不要吵到他这个知青的年代呢 那么而这个知青年代 因为他无非就这么想的 你这么伟大 那么一定从你长年生活出来 应该找到他的一些源头 找到他的一些根据 所以从哪发觉 而那段历史呢 恰恰又是就是 正因为当时太默默无闻 因此就给后来的任意编造 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那我们记得不像那一代 像那一代知青 在当年 在文革期间 在知青下相对的期间 官方就有很多宣传 优秀事迹啊 先进人物啊 那边民间也有些种种说法 某个知青有这样的突出的特点 可是在那个时候呢 谁也没听说过梁家河 谁也没听说过习近平 再到后来四十门垮台之后 那么你看这么这个二三十年以来 那么知青 有关知青生活的 唯一录文学电影电视剧 是这个多如牛毛 那么反而是有点影响 有点名气 有点特点的 知青的或者知青点 或者比较突出的知识青年 哪怕是文学塑造出来的人物 也都已经很多很多了 如果梁家河真有特殊之处 如果当年的习近平 真有与众不同之处 那早就讲出来了 可惜就是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我们也没有听到过半个字 关于梁家河 关于习近平的 所谓这个不同寻常的世界 所以这里他把这个梁家河 作为他宣传重点的 一来确实就是要五米直吹 硬要无中生有 而把梁家河当作文章的理由 原因就在于呢 他在其他方面 因为其他方面更有案可查 更难解决 所以不得不把它找到这上来 找到这个梁家河上上来 在这点上他和毛泽东 当年宣传毛泽东的情况 确实很不一样 你看当年宣传毛泽东小山 无非就惩罚他是出生地 并没有对毛泽东童年生活 有多少多少的神话 后来当时我们也听过 毛泽东很小的时候 十来岁的时候 就写过一些霸气十足的诗 那么但是这个官方 他不会这么宣传的 因为你这么一个霸气十足的诗 一个帝王心态的诗 和所谓无产结界伟大 你说这个想法是不太合拍的 那么至少当年想烧山 就是想他的出生地而已 那后来延安那当时才是革命的根据地 它是共产党的这个小江山 它从这个角度去摊的 而且印度根本没有相对应的 这么一段经历可以宣传 所以才这么的 我想这个陕西社科联也是煞费苦心 才在梁家河和这个问题上作文章 反过来更想这件事整个事情的这种荒诞和可笑 好的 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 按照这样一个节奏 以前我们说习近平赶毛抄凳 好像似乎并没有夸大之嫌 现在邓小平显然已被淡化出去了 毛习直接比肩 您觉得是不是这样呢 有这个趋向 就是我们看 以前也谈过 比如说 毛搞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然后我们看北京也搞了一个文艺座谈会 毛搞了古田会议 然后也 这边又搞一个新古田会议 然后像邓小平曾经大阅兵一次 有过一次 但是我们现任的领导人 大阅兵可就不准一次 大小阅兵不知道 大的至少有三次 当然这个还有就是 我感觉就是毛泽东 还是有自知之明 就是毛泽东搞个人崇拜 他是明白这个东西是大家在跑的 所以他也认为个人崇拜有好的有不好的 然后他认为适当的个人崇拜还是要的 但是他也很明白 就是说这个林彪当年在文革中搞那一套 实际上是在利用这个对他的 就是搞个人崇拜实际上是林彪自己 所以这些方面毛泽东是有自知之明的 那么这个习先生有没有这样的自知之明 现在我们看不出来 但是呢有一点 就是我不知道啊 当年就是插队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在青年时代 就立志要做一个毛主席那样的人呢 就要有那么样的雄心壮志 雄才大略 就要想变成这个未来的伟大领袖呢 这个现在我们也得不出结论 但有一点 我就是刚才也谈过 就是说这个知识结构啊 决定一个人的境界和他的视野 如果你的境界和视野 都是像毛泽东这么一个人看齐的话 我觉得那确实是很成问题的 尤其在现在这么一个现代社会 你在想做毛泽东那样的霸主 我觉得基本上都做不到 那么当然以前我也谈到过 就是一个人的这个权力 如果超过他的能力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也就是这个古代圣贤所讲的 所谓得薄而畏尊 至小而谋大 力小而认重 我觉得这些方面 可能这个都是值得警惕的事情 当然我们也看到所谓感冒超凳 其实是有 这方面有超越 比如说这个 一要毛泽东的铁腕 又要这个邓小平的这个权贵资本主义 这个来充实 充实这个实力 从毛时代的输出革命 到现在的输出资本 这些东西方面 就是确实是把毛邓合一 而且呢是确实在赶毛超党 这个也没有疑问 谢谢我先说了这 好的 大量的网友评论 回应我们两位嘉宾 首先傅政辉 他说坦白的说 六四之后呢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人民的政治热情 基本上已经大幅退烧 支持政权靠的是组织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 高举习思想只是表面工作 从上而下的造神运动不可能成功 更无法达到当年毛的高度 如果中共在理论和体制上 无法改变 中国恐怕很快就会梦醒 逐膝续化 他说习近平在最需要长知识的时候 下乡去了非常封闭的农村 梁家河村 靠什么神力悟出来梁家河大学问呢 他说中共抛弃了近四十年的个人崇拜 死灰复燃 中共高官竟然没有一个男儿站出来反对悲哀 张帆 他说梁家河对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共而言 代表着无产阶级红色风暴理论 所疯狂传播的那个时代 而当时盛行的这种恐怖的精神 正是中共得以取得政权的法宝 中共现在寄希望从这种魔鬼的精神 重新获得执政的力量 萧萧不实 他说习的御用文人在拼命的造神 作用也是值得怀疑 我相信多数人不信 只是迫于气氛压力 不敢表达而已 The Tech Guy 他说习上台以来呢 国内经济搞得一塌糊涂 国际上四处树敌 一带一路逐步变成死路 朝核问题呢被边缘化 确实没有什么可炫耀的 剩下的只能造神了习 也就是个村长的能力 我来接两个电话 首先呢是安徽的杨先生 杨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张老张立凡先生 习这个傻子毕竟是江和湖 合理推荐上来的 难道他们看得走眼了吗 请 好的 好的安徽的杨先生 我们接完了天津张先生电话之后呢 请张先生 请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回应您的问题 天津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社会主义与皇帝的体制制度 一个人无论多么伟大 都不可能完全没有逆点缺点的错误 有了确实在下一边您指正 正所谓金融族事人物完人 把一个国家人建民族 今天某一个人或几个人思想意识 其实是不行的 好的 好谢谢张先生的建议 那么现在就请北京张立凡先生您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安徽 杨先生这个说法 难道江湖就看走眼了吗 其实中共的体制首先是一个选列的体制 就是这个领导人一般不太愿意选那个能力比较强 或者有独立思想的人做接班人 这样的话不便于控制 所以呢 这个越是这个显得没有突出能力 或者庸庸陆路的人 往往容易这个被选中 那么这个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所谓红色基因的传承问题 那像这个李瑞先生最近接受这个在病态上接受访问的时候 还谈到了所谓这个人这个文化那么低这么一个问题 但是现在看就是李瑞先生 当作为当时中组部的一个常务部部长来考察这个梯队的时候啊 他也没法这个拒绝 就是说一个文化低的这个领导进入这个继续培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当时的中共总书记 胡耀邦好像有交代 就是所以这一点上来看的 就是中共自己的体制 有时候会对自己的一些个子弟啊 或者苗子啊 格外的这个在意 加以培养 当然也可能如果他这个努力学习 后面他会这个 虽然开始文化比较低 但是后来他通过自己的学习也可能有涨进呢 但是我们看呢 好像现在这个程度呢 也就是这个没有办法 就是在能力方面 我们可能看到他能够胜任这样的工作 嗯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他个人崇拜 现在愈演愈烈 那么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呢 就浮到表面上来了 那就是这究竟是上面的兽益 还是下面谄媚冯宁呢 我首先请教胡先生啊 有人说呢习近平的确说过 梁家河虽小却有大学问这样的话 但是他未必就会搞成呢 像陕西省社科联推出的那种 梁家河大学问的这个愚蠢的这样一个选题 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这就是所谓上有所好下地甚烟 那上面流露出一种意思 下面当然就给你加码 这个所谓拍马屁呢 那就是所谓逢营 它本身就是这个意思 它就把你心里所想的东西 去加以发挥 加以发扬光大 那有些东西呢 它也不一定是当局 最高当局自己直接讲 直接讲出来的 那么你这些 下面这些争宠的臣子们 他就会去揣摩 先因为你说出之前 而把你心里想的东西给引出来 给表达出来 那么我们看到呢 徐近平就上台以来的这种 个人被神话被神话的 基本就这么采取的这种办法 而且还要指出这一点呢 就是说呢 在习近平这里头 这种个人崇拜这个问题上 他自己的主动 占的比例更大 因为过去搞个人崇拜 拿毛时代来说搞个人崇拜 那以前都要做很大一番铺垫 然后才让你这个正习出台 可是呢 习近平搞个个人崇拜呢 我们看到呢 就是他来得特别快 那很多就是上面 直接出手做的 就像这次 对人注目的 今年两会 就是修改宪法 取消了这个 废除了这个任期限制 那么这一点 直到两会召开的前一个礼拜 那我们才从媒体上看到 中央委员会提出了 这么一个修宪的建议 而你这个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铺垫 那么为了弥补这个缺失呢 所以人大常委会的那个副委员长王成 在两会上还专门讲到 说其实在一年前 中央就已经把这个意思就讲下去了 得到了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一致拥护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件事 你查查当年的这些 那段时间的媒体大小媒体 没有一就一个字提到这个问题 这完全是售后补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的 这个习近平的这种个人出卖 这种给领袖加冕 纯粹是自己给自己加冕 就像我讲了很多次的 习近平的个人出卖有很大一个特点 就是自己给自己戴肛帽子 自己给自己抬轿子 那么底下当然也有些 投气所好去加腰加醋的 但是呢 他更 习近平这个个人出卖的 一个更大的特点 就是他比其他的 搞个人出卖的那些人 还更热衷于自己动手 自己给自己加冕 这个特点 我想这个是在我们考虑 习近平这个个人出卖和其他的个人出卖相比较的时候 不应该忽略的一个问题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呢 在中共这个党建七一 这个节日之前呢 除了热炒这个习近平梁家河大学问之外呢 我们看到中共也推出了这个习近平外交思想 这个我也来请教张先生啊 王毅去年呢 中国外长王毅啊 他去年就说过习近平外交思想呢 超越了西方三百年 可是我们媒体注意到呢 他今年在这个习近平外交思想正式确立之后 他却没有再说这样的蠢话 有人说呢 可能是习近平也不能容忍他这样的吹捧 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其实一个是 就是最早提出习近平这个外交思想 外交战略最外战略思想 这个话是杨洁篪在2013年9月 就是习担任国家主席半年之后 就已经发表了这样的言论 然后2016年王毅也发布一些东西 那篇东西里就谈到说 过去五百年 回过了五百年 说这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 还是霸权主义都带来对立与分裂 然后呢 他认为现在要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 这个就是习的这个外交的核心 就是这个东西 要合作共赢 那当然这一次 就是说2017年这一次呢 确实是一个全面的这个树立外交思想的这么一个蓝本 这个蓝本到底是谁弄的 是王毅自己弄的 还是这个有受益 有人专门写的 这个现在不清楚 他一共是好像讲了若干点理由 但是最主要的 一个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然后什么合作共赢 这个这些东西 然后其他的都是一些的空话 套话 主要强调党的领导 那么强调这个四个自信 然后呢 探索这个中国方案 等等这些话 那这些话 其实我觉得 基本上是一些这个马屁的话了 但是呢 至少它是拍到了点上 所以你看这一部的这个外事工作会议啊 这个有很多特色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这个一个呢 他现在就是等于把邓的这个第三世界 这个毛的讲 毛是提出了第三世界 邓呢是提出了韬光养晦 后来到胡锦涛时代 要提出和平崛起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所谓大国外交时期 就讲的就是要引领世界 要把一带一路出现世界各地了 所以这一点是这个习外交的一个特色 所以说外交这个东西 当然最早是源于古希腊的这个说法 最早从语言上是这样 然后到罗马帝国 然后实际上一直到18世纪的法国 还正是这个定位这个外交这个词 外交人员这种概念 所以这个外交这个东西 它主要是为各国和这个各政府之间 在主权的关系 国际的关系 有双边有多边 有这个后来20世纪以后 又有各种峰会和国际会议来协调 但是这个我们这个大国外交就不一样了 它是要这个要建共同体 要这个引领这个世界的这个全球治理 要是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要是推一带一路 等等这些呢 其实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它跟这个过去以往西方 也就是18世纪以来这300年的外交概念 它有不同 它要走大一组的道路 好 这个是一个大的特点 为什么经历了文革的惨痛教训 个人崇拜还能够在中国沉渣泛起 为什么阿姨奉承 这种令人不耻的做法呢 仍能在今天在中国大行其道 这实际是个很好的问题 可惜我们没有时间再研究了 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 时间关系 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 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 关注热点话题 中国老兵频繁抗议 美国如何复去退伍军人呢 好 欢迎收听收看 好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